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您好 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态度》 副标题是《四十封起名家书》 本书作者吴军 本科和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 博士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是知名的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和互联网搜索专家 他先后在谷歌腾讯任职 还创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同时他还是一名作家 《著有浪潮之巅》 《智能时代》 《文明之光》等多部畅销书 在吴军的人生经历中 他发现一些起点差不多的人会不断分化 进而拉开人生的差距 而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就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 因此吴军想要将态度决定命运这个道理 告诉他的两个女儿 2016年的时候 吴军的两个女儿 一个刚被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录取 一个正读高中 都处于青春叛逆期 如何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 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吴军受曾国藩 傅磊等人 用家书和子女沟通的启发 也想到用书信和女儿们交流 一方面 书信能够让双方完整地表达 自己内心的想法 不会轻易被打断 另一方面 写信的时候 更容易心平气和 深思熟虑 不会说一些冲动伤人的话 态度这本书集结了吴军写给两个女儿的四十封信 在信中 吴军针对女儿们的一些问题 做出了他自己的分析 并给出了中肯的建议 透过这些分析和建议 你能了解到 吴军看待问题的视角 待人处事的方法 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的见识和态度 希望对你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下面我将吴军的四十封家书 总结为以下五个态度 为你一一解读 第一 做人的态度 第二 学习的态度 第三 做事的态度 第四 人际交往的态度 第五 对金钱的态度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态度 做人的态度 如何做人 是一个人立足于世间的根本 是他所有行事的指南 关于做人的态度 吴军给出了三个建议 就是要乐观 要做个好人 还要学会抵制诱惑 我们先来讲乐观的做人态度 吴军认为 一个乐观的人生态度 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人积极乐观 他就不容易被怨恨 嫉妒这些不良情绪影响 会更达观地看待身边的人事物 也更容易获得快乐和幸福 但现在人们对快乐和幸福 常常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很多人觉得 升职加薪才会快乐 或者住豪宅开豪车才是幸福 吴军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升职加薪也好 豪宅豪车也罢 仅仅是实现幸福的手段 而不是最终的幸福 吴军对幸福的解读 我把它总结为 小幸福和大幸福 小幸福指的是美好和谐的家庭 这是一个人幸福感最根本的来源之一 很多人为了工作忽略了家庭和孩子 这其实是本末倒置了 像吴军自己 他花了很多时间陪伴两个女儿成长 比如为了给大女儿选一个好大学 他曾陪着大女儿走遍美国名校 他还经常通过写信和女儿们沟通 这些都是他的小幸福 除了小幸福 人还应当要有更高的追求 也就是追求大幸福 所谓的大幸福指的是 人的存在和行为 可以推动和改变世界的进程 或者给人们创造更多的快乐 比如像牛顿 爱因斯坦 达芬奇 肖邦这些人 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 我们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 但是只要你能给世界 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 也可以称为大幸福 在大幸福上 吴君在谷歌公司工作时 写的一些代码 至今仍在使用 他觉得这种幸福 是公司给他再多的奖金 都不可比拟的 除此之外 他写了很多书 对他人有一定的影响 这个也是他的大幸福 吴君认为 做人的第二个态度 是要做一个好人 一个人的品行 比能力更加重要 那怎样才算是一个好人呢 吴君认为有三条标准 有教养 对他人友善 对世界有爱心 一个人是不是有教养 可以看他在公共场合 是怎么做的 是否能做到 不大声喧哗 不插队等等 还可以看 他在人后是怎么做的 会不会说别人的坏话 在别人背后使绊子 对他人友善 也很好理解 就是会尽力去帮助别人 对世界有爱心 则是指一个人 是不是能将眼光 从身边的圈子移开 关心更多更广阔的东西 比如山区贫困儿童 或者是环保问题等等 这其实和我们刚刚谈到的 大幸福是一脉相承的 一个人对世界有爱心 就会想着给世界 留下一些正面的东西 如果能做到这三点 即使生活艰苦一些 内心也会觉得幸福的 吴君教给年轻人 做人的第三个态度 是要抵制诱惑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经常会面临很多诱惑 比如有些孩子爱玩游戏 每天守着电脑寸步不离 不吃饭 不睡觉 完全荒废了学业 有些人年纪轻轻 就沉迷于赌博 把家产输个精光 为什么人们会被诱惑呢 你会发现 这些诱惑背后 有一些共同点 它们会让人产生 不劳而获的念头 还会给人带来一种 及时反馈 刺激人体 分泌多巴胺 让人变得无比兴奋 欲罢不能 那如何才能抵制诱惑呢 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 并积极地为实现目标而努力 比如吴君自己 也曾沉迷于电子游戏 但是当他决定要出国时 就有了奋斗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他积极努力做准备 就不再玩游戏了 其次是多做一些 有成就感 有回报的事情 可能有人要说了 在游戏中刷高分 闯关就很有成就感啊 然而游戏中的那些高分 等级 在现实中并没有什么用 而且从统计数据来看 绝大多数沉迷于游戏的人 在学业和工作上 都不如其他的同龄人 很多人甚至一味地 追求游戏中的刺激 失去了在现实生活中 工作和学习的热情 那什么才是真正让人 有成就感 有回报的事情呢 就是那些 能够真正提升你的能力 让你变得更加强大的事情 比如去健身 身体会变得更好 去读书 会获得一些新的知识 就算是用业余时间去打工 也能获得一些金钱上的回报 好 这就是做人的三个态度 要乐观 要做个好人 还要学会抵制诱惑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 学习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态度 学习的态度 吴君自己就是一个学霸 关于学习的态度 他有很多经验 可以传授给年轻人 总结起来 主要是四个方面 首先 是要脚踏实地 如何做到脚踏实地呢 吴君认为就是要做一个笨小孩 什么是笨小孩呢 学习中很多孩子自认为很聪明 有时候还没有透彻地理解基本概念 就开始做题了 还有些孩子一味地图快 特别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 经常觉得自己懂了 就跳步骤 吴君在检查小女儿数学作业的时候 就发现小女儿有这样的情况 吴君郑重地告诉小女儿 这样的学习态度是错误的 在学习所有学科时 按部就班的笨办法 才是好办法 就拿做数学题来说 为什么老师要求 一定要按照步骤解题 有些考试还会按步骤给分呢 就是因为一步一步地做题 才能真正理解数学概念 是怎么应用的 结论是怎么一环套一环地 推导计算出来的 这样才能打好学习的基础 而那些一味想着走捷径的人 在学习过程中 反而容易有遗漏和缺失 第二个学习态度 是要注重培养自己的 逻辑思维能力 如何培养呢 比如学好数学 就是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的好方法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做数学题 是从一些已知条件出发 一步一步地推导出合理的结论 这中间的每个推理步骤 缓缓相扣 不能凭想象得出结论 而这个过程 就是培养逻辑思维的关键 另外多阅读经典的 非虚构类名著 比如科学类 经济类 哲学类等 也能帮助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因为这类作品 通常不会有华丽的辞早 或者是扣人心弦的情节 但是会有严谨的 阐述观点的方法和步骤 阅读这类书籍 不仅能够让你学习书中的知识 还能了解作者提出问题 论述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有了逻辑思维能力还不够 还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是学习中要注意的第三个态度 关于如何独立思考 吴军的建议是 做一个理性的怀疑者 并学会政委 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个经济学家提出 20世纪末 纽约的犯罪率大幅下降 原因是 从20世纪70年代起 美国法律不再禁止堕胎 非婚生子的情况大大减少 而单亲家庭的孩子 一直都是犯罪率较高的群体 这个观点 从正面看 貌似是正确的 就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减少 会降低犯罪率 但是反过来 犯罪率降低 就是因为 单亲家庭的孩子减少吗 显然不是 首先并不只有纽约 才允许堕胎 也有其他城市允许 但是 其他城市的犯罪率 没有明显降低 其次 因为法律不再禁止堕胎 纽约在1980年到1995年 出现了堕胎高峰期 在减少了许多非婚生子后 纽约的犯罪率 应该大幅下降才对 但是 这也没有发生 所以说 法律不再禁止堕胎 导致犯罪率大幅下降 这个观点 是错误的 真正的原因 是当时的纽约市长 采取了铁腕政策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 才降低了犯罪率 除此之外 要想做一个理性的怀疑者 即使是面对科学 也要持怀疑的态度 比如1948年的时候 一位叫做穆勒的科学家 研究出了DDT 这是一种有效的有机杀虫剂 DDT投入使用之后 全世界的粮食产量都大幅度增长 除此之外 用DDT制成的灭蚊药 能有效杀死蚊子 而蚊子是瘧疾最主要的传播渠道 因此很多地区的疟疾也被彻底消灭了 穆勒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 DDT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 很多鱼类鸟类 濒临灭绝 人类食物被DDT污染的农产品 水产品 轻则肠胃不适 重则生化癌症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 世界各国逐渐开始禁用DDT 面文药中也不允许再添加DDT 结果导致很多非洲贫困国家的疟疾 卷土重来 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疟疾 科学家们又开始重新评估 使用DDT的利弊 并最终于2006年 重新允许非洲一些国家使用DDT 因此就算是科学 也不能盲从 因为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没有绝对正确和绝对真理 学习的第四个态度 是要努力开拓眼界 就是不要把目光局限在自己所学的专业上 比如学习商业和法律的学生 可以多了解一些科学哲学类的知识 提升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再比如说 如果是理工科的学生 可以多学一些人文课程 增加自己的人文底蕴 好 以上就是学习要有的四个态度 学习没有捷径 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 另外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和开拓眼界也非常重要 不管是在家庭 学校还是在社会上 如何做事 是年轻人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第三个部分 做事的态度 我将分为做事前 做事中和做事后 三个方面来介绍 当我们决定要不要做一件事情时 最关键的就是要记住八个字 格局要大 境界要高 什么是格局要大呢 就是在决定要做什么 不做什么时 不要只想着如何为自己创造利益 而要想着用自己的能力 为更多的人创造利益 比如有一个创业团队 团队成员是四个毕业于 麻省理工和哈佛的高材生 他们想向吴军争取投资 但是吴军认为他们做的事情 格局不大 拒绝了 因为他们想做高品交易 就是在股票市场上频繁地利用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差价 赚取中间收益 吴军认为这几个年轻人毕业于世界顶级名校 接受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理应做出一些对世界更有意义的事 高品交易不过是在金融市场上简陋而已 没有什么正面的意义 那什么是境界要高呢 就是看事情要看得长远 不要只考虑眼前的一点迎头小利 人一旦习惯获得短期利益 那境界就高不起来了 比如这几年金融数学专业很热门 很多人挤破头去学金融数学 想在投行某个好职位 结果由于毕业生人数太多 很多人连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有些难 再比如吴君自己 他的求学过程十分漫长 前后长达16年 期间他无数次看到他周围的人 因为某个好的工作机会就放弃了学业 后来他也发现 这些人所能触及的高度 也基本上就在那个时候被限制住了 即便有了大格局高境界 还是有很多人在做事之前 还没开始就退缩了 这是因为他们计算了一下成功的概率 发现太难做成了就放弃了 还有些人认为要做就做到最好 但他们能力又有限 做不到最好也放弃了 吴君认为做事前不要过分计算成功的概率 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去做 年轻人就该不畏艰难 敢于冒险 另外在做事之前 也不要一味追求做到最好 而果足不前 最好的方法呢 是先开始做 然后再逐步优化 这方面很多互联网公司就做得很好 比如谷歌 吴君在谷歌工作的时候 曾经参与了一个搜索引擎 反作弊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为了揪出搜索过程中的 一些作弊者 有些人会在自己的网站上 添加各种不相符的关键词 以便人们在搜索时 网站的排名能更靠前 要把这些作弊者全都找出来可不容易 不过谷歌的目标 也不是一次就把他们全部找出来 第一次的时候 他们花了半年 抓到了46%的作弊者 在接下来的一年 他们又找到了30%的作弊者 吴君坦诚 如果他们一开始的目标 就是抓到所有作弊者的话 那这个项目就永远都完不成了 46%虽说也不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总比没有结果强 想好了要开始做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 还会面临很多困难 吴君认为 要把事情做好 还要有三个态度 第一 要设定好优先级 现实生活中 往往是旧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新的任务就来了 这时候找到优先级就很关键了 第二 要主动做事 主动做事不仅仅是指你不拖延 积极地完成手中的工作 它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就是要求你去主动沟通 主动优化 主动沟通指的是 在工作中 要时刻意识到 自己的工作是团队工作的一部分 因此 不要闷头苦干 要主动反馈进度 告诉领导你面临的困难 让他能够及时给予指导 而不是拖到影响了项目整体进度 才去解决 主动优化指的是 你可以把自己放在项目负责人的角度上 去了解整个项目 然后根据项目的要求 来优化自己的工作 这样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团队协作水平 培养自己的全局观 第三 要努力将事情做到极致 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但吴军认为 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正是因为人们有了成功的经验 才会更加有信心 所以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要全力以赴将事情做到极致 什么是极致呢 就是时刻用专业水准来要求自己 比如你不要因为自己是一个实习生 或者是一个新员工 还没有什么经验 就认为自己做的差一点没关系 你要像公司要求有经验的老员工一样 要求自己 当一件事情做完以后 我们还要学会正确地看待挫折和运气 很多人在遭遇挫折之后 将失败归结于运气太差 命运不济 然后呢 就一蹶不振 选择逃避 吴军认为 世界上当然有运气这回事 像那些买彩票中大奖的人 他们的好运气自然不必说 但更多的运气背后 藏着人们付出的努力 吴军在做事之前 会假设自己将遇到比别人更差的运气 但他还是想要把事情做成 那该怎么办呢 那就做比别人更充分的准备 所以外人认为 他的那些好运气 其实是他付出的双倍 甚至更多的努力 好 做事的态度就介绍完了 要想做好一件事 做事前 格局要大 做事时 要学会排优先级 还要有主动做事的态度 并全力以赴 达成目标 做完事后 要正确地看待挫折和运气 但不管是学习还是做事 都绕不开和人打交道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第四个态度 人际交往的态度 吴君认为 在人际交往中有三点很重要 第一 是不要怕吃亏 第二 是要学会识人 第三 是要学会拒绝他人 先来看第一点 不要怕吃亏 吴君认为 与人交往最重要的是真诚 不要怕吃亏 毕竟人无完人 不要一味地苛求他人 对待真心的朋友自不必说 对那些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的人 也要真诚以待 要尽可能地去团结他们 不要有洁癖 觉得别人不符合自己的喜悟 就完全否定他人 比如说有些人 业务能力强是强 但是为人自私 我怎么去团结呢 有一个诀窍是 对事不对人 大家都在一个团队里 那就意味着有共同的目标 和共同的利益 如果他能做好分内的工作 发挥他的能力 那你就不要去否定他这个人 但是一个人周围 总会有形形色色的人 有些是真心的朋友 有些是会损害你利益的小人 对小人要尽可能远离 绝对不要给他 多次伤害你的机会 因此学会识人很重要 这是人际交往中的 第二个重要态度 那么生活中 我们应该怎样识人呢 第一 要看一个人 和你交往的动机如何 我们可以观察 这个人是如何 对待身边的人的 如果他对别人刻薄 只对你好 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 是不是因为你手中 有他需要的东西 但有些人的动机 藏得很深 不容易区分 吴军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坚决止损 吴军说他自己是一个 不擅长分辨别人动机的人 他就索性不去分辨 假设每个人都是好人 但是如果谁伤害过他一次 他也不会再给这个人 第二次机会了 第二 想防范小人 首先你自己就要借除贪欲 因为往往是因为 你自己有贪欲 所以当你遇到那些 无缘无故 对你特别好的人 才会失去警惕 比如那些 勾搭你去做传销的人 是因为你自己 就抱有一夜暴富的梦想 才会被他们的说辞打动 第三 还要观察这个人的生活圈子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如果他的周围 都是道德沦丧的人 那他自己也好不到哪去 人际交往中的第三个态度 是要学会拒绝他人 因为总是无条件地 答应他人的求助 可能会消耗掉你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最后有可能事情没办成 双方都闹得不开心 那什么时候 该果断拒绝他人呢 吴军针对不同的情况 给出了不同的建议 第一种情况 如果这个人是你的朋友 你很想帮忙 但是自己帮不了 那就不要勉强 要在第一时间告诉对方 很多人可能会说 那这样朋友 不是会很失望吗 是的 他或许会失望 但是你早早地拒绝他 他还能想其他的办法 如果顾着面子 采取拖延战术 很可能会耽误对方的事 最后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第二种情况 如果朋友提出的帮忙 你有能力帮 但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时候 要将实情告诉对方 不要轻易打包票 要让对方来评估 是让你继续 还是另想办法 很多人一开始努力了 但是事情没有成 人会觉得自己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 因为你打了包票 对方没有再做后备方案 最后可能耽误了大事 第三种情况 如果请你帮忙的人 和你不太熟 你虽然帮得上 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你不想帮忙 那你也不要勉强自己 要第一时间回绝他 人际交往是一个复杂的事情 当别人请你帮忙时 对方和你的关系 以及请求事情的难易程度 都会让你有不同的考量 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真诚的态度 不要夸大自己的能力 也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 好 以上就是第四个态度 人际交往的态度 对人真诚 不怕吃亏 学会识人 以及适当地拒绝他人 能让你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 少掉很多烦恼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五个态度 对待钱的态度 吴军对待钱的态度 可以总结为两句话 第一 不要乱花钱 也不要乱省钱 第二 让钱 生钱 还要让钱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先来说 不要乱花钱 年轻人一定要坚持 先赚钱 再花钱 这个顺序绝对不能颠倒过来 现在很多人向大学生 推销信用卡 校园贷 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让还没有赚钱能力的学生 提前享用好的东西 美其名曰 提前消费 其实就是早早地 让学生变成金钱的奴隶 这并不利于他们 养成良好的金钱观 那什么是乱省钱呢 比如有些人为了省钱 遇到紧急事情 也不舍得打车 坚持坐公共交通 最后耽误了大事 得不偿失 还有些人为了省钱 想报的提升班 也没有报 这也是不对的 吴军希望 年轻人能够从大处着眼 从自身的需求出发 该花的钱 大胆花 有了钱以后 要学会用钱生钱 也就是要学会投资 怎样投资呢 去炒股 去买基金 还是存银行 吴军认为 各种投资方法 年轻人都可以去尝试 但是一定要注意 不要过于冒险 也不要去盲目 进行自己不懂的投资 吴军还建议年轻人 可以拿三分之一的钱 去投资指数基金 这个方法 也是巴菲特 给普通投资者的建议 比如美国的标准 普尔500指数基金 每年有70%的基金的表现 都不如他 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 在5到10年的时间之内 有80%的基金 表现比他差 因此 巴菲特在遗嘱中 特意著名 他的遗产中的绝大多数 要用来购买 标准普尔500指数 这个指数 在咱们中国 比较类似的 也有上证50指数 或者上证300指数 最后 当你真的有一天 赚到了大钱 实现了财务自由 要学会 让钱 发挥更大的作用 吴军认为 人不能过于守财 他希望年轻人 在有钱以后 能够回馈社会 利用财富 做一点其他人 没有做 或者做不到的事 比如谷歌最早的工程副总裁 韦恩罗欣 他一直对天文望远镜 很感兴趣 在谷歌上市 他实现了财务自由之后 他建立了一个叫做 拉斯康百瑞斯的 全球联网的天文台 之后 这个天文台 在两个重大天文发现中 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个是证实了 引力波的存在 另一个是发现了 可持续爆发的超新星 这就是他 对社会的贡献 其实这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 吴君对幸福的定义 做一些对他人 对社会 更有意义的事 好 第五个态度 对金钱的态度 也介绍完了 年轻人要有正确的金钱观 不乱花钱 也不乱省钱 还要学一学 怎么正确的积累财富 和运用财富 在当今 人人大喊着焦虑 丧的时代 吴君的这五个态度 或许会让你有不同的收获 你会发现 除了眼前的升职加薪 你还可以做一些 更大的 更有影响的事情 你会发现 在人人都想做一个 聪明人的时代 做一个笨小孩 或许走得更远 你会发现 人们总想着 把事情计划的 万无一失在开始 却忘记了 最好是更好的敌人 你会发现 真诚地拒绝别人之后 你也轻松 别人也轻松 你还会发现 对待钱的态度 也反映了你 对待人生的态度 这些不同态度 也许最终决定了 你和别人 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好 态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